我们可以同样的思想到 什么是我们 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 什么叫做我们真的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活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是不是在世界上 我们都没有困难呢 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活在世界上 好像一切都顺利呢 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做什么事尽都顺利呢 还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有一股很强很强有人的力量 这力量使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 与众人活得是不一样的 与众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 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能够思想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个信息是保罗在这个时候 他对一个教会 他所爱的教会 可是教会刚刚建立 就像你们一样 刚刚建立 而且这时候建立 说实在 他们连新约的圣经都没有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问题在教会里面 他们问题超越你跟我们的问题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聚会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成立教会 那保罗在这时候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说 你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 你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命 可是更重要的是 保罗在那边讲到四点 什么是你们不应该有的生命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很宝贵的经文 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六节读到二十三节 如果你有圣经翻到 哥罗西书第二章 第六节二十三节 如果你没有圣经 你就看台上的 他们会放这个PowerPoint 好 我们看下一个配置好吧 我有 对不起 是我要控制 所以你看有时候 讲到讲到都疯了 好 我们来看 我们一起来读 很宝贵的经文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经文你们可以看出来 我要讲一点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我要讲四点什么不是在基督里 希望经文你看完以后 你都看到了 那你就不用听讲道了 就可以打瞌睡了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 好 来 预备第六节 预备七 你们既然受主耶稣基督 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了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将长了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造着基督 乃造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 为神的本性 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 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离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 肉体情欲的割离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 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 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 神的功用 你们从前在过犯 和未受割离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 一切过犯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义上所写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把他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掌权的 平衔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期月朔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是后世的隐儿 那形体却是基督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 和敬拜天使 就夺去你们的奖赏 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至高至大 不辞援手 全身既然靠着他 心结得以相助联络 就因神大德长进 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时 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 不可藏 不可摸 等类的规条呢 这都是照人所吩咐 所教导的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 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 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诗意敬拜 自表谦卑 苦待己身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 是毫无功效的 我们低头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母上帝 我们感谢你 你将你的神圣的话语 教导我们 我们盼望在今天 我们的崇拜里面 你再次对我们说话 坚定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知道 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是有自由的 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因为靠着 主你所爱 赐给我们的爱 你所赐下的真理 我们必得以自由 愿神你自得保守 眷顾 与普拉阿托的教会同在 也愿意你自己的生命 愿意你自己的永恒的信息 也藏住在 一群爱你的人身上 因为我们所彰显的 是一个自由 在耶稣基督里面 活泼成长的生命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保罗在这边 我们非常清楚地看见 这个经文 我要讲一点 什么叫做 在基督里的自由 我要讲四点 什么不是在 耶稣基督的自由 因为我不晓得 你在信仰里面过成怎么样 在我小的时候 我的父亲 我不读圣经 我父亲会打我的 我不读圣经 我不能读书的 我不读圣经 我不能吃饭的 所以我要天天 被圣经祷告 所以我生命里面充满了 这个不自由的感觉 我跟我爸爸说 等到我十八岁 等到我读大学 我跟你讲 我再也不信主了 所以我到十八岁 一读大学 大一的时候 我就教了一个 很虔诚的佛教徒 这个叫什么名字 你知不知道 叫Nancy 很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他就很虔诚的佛教徒 他家里面有庙的 你知道 所以我就说 That's perfect 我再也不要信耶稣 因为我觉得 新耶稣好痛苦 为什么新耶稣每人都要读圣经 特别要去聚会 所以我就不愿意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 新耶稣是很没有自由的一个信仰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你新耶稣有好像 你看人家坐在家睡觉 我要在这边听欧牧师讲道 是不是有自由呢 那什么叫自由呢 所以我们再谈一个问题是 在基督里的自由 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 因为事实上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好像信主以后 我很多的归属 我原来喜欢打麻将 我现在不敢打麻将 我原来可以赌博 我现在不能赌博 我现在可以买乐透 现在不能买乐透 原来我喜欢喝酒 现在不能喝酒 原来我喜欢看电影 现在不能看电影 好像我生命里面 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到底我可以做什么 那为什么我要信耶稣 是不是信耶稣 是我们的生命 更被捆绑 更被捆锁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我想第一世纪的教会 跟你跟我的教会 其实是一样 因为他们也都有这种感觉 所以保罗在各个西方里面 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保罗这边先讲到 什么是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保罗特别强调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 我们看这边有两节的经文 特别很清楚描述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 保罗说什么叫在基督里面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怎么样 你们在他里面是怎么样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就更加增长 所以保罗第一个在描述 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面 所以我叫做在信仰中 获得自由的关键 什么是一个我们在信仰中 获得自由的关键 自由的关键不是我们进入到 一个很有组织 一个公司化 一个很有训练的军队里面 我觉得信仰不是这个东西 我觉得信仰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注入了一个新的信息 这个信息叫做耶稣基督 这个信息叫做一个活泼的生命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 非常清楚在强调 什么叫做我们获得自由的原因 第一个获得自由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就像一棵树一样 它说什么 生根怎么样建造 所以第一个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是一个成长的生命 什么叫做自由 自由叫做一个扎根的生命 若一棵树 这个根扎得不生的话 风来的会怎么样 就会倒 如果这个树 这个长不大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根一定不够不够生 但是根没有人看得见 根没有人看得见 你知道你的根有没有砸得生 所以你知道 所以在圣经里面讲说 什么叫做生根建造 可是好像说这个根砸在哪里呢 是砸在耶稣基督里面 是砸在耶稣基督里面 为什么有些人在信仰里面 大风大浪 他能够站立得住 为什么有在信仰里面 一点点小的事情 人家讲句话 他就跌倒 他也再也不会进入到信仰里面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有些人是那么的稳定 为什么有些人是那么的不稳定 所以我们看到 他说是要 你要生根建造 你生越砸得越深 你长得越高 可是最后这个 怎么讲呢 他说感谢的心就怎么样 日渐怎么样 你会增加 所以如果你今天回头 看你的信仰说 信耶稣好像不太对劲 你知道每次我回头 看我这一生的时候 我常问我一句话 如果我要do again的话 我会不会信耶稣 如果我今天带我的小孩 我会不会信耶稣 如果今天我再走一遍 我当工程师的时候 我会不会信耶稣 我很肯定地告诉你 照我这一生里面 我对神对我的恩典 我充满了感恩 我对神对我的恩典里面 充满了感谢 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 神的恩典跟祂的作为 我们每一天能够活在这世界里面 我们能够思想 我们能够行动 都是神的恩典 所以当我们能够聚在 我刚刚看到 Sephina领事的时候 我觉得我对神充满了恩典 我看到捷舞于在领会的时候 我看到充满神的恩典 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认识 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同心 那今天Nancy是讲完了三个月的主日学 这三个月我过的生活你不敢想象 因为Nancy是上一个小时的主日学 她是一个礼拜七天她都在读圣经 她不煮饭不煮汤 她就天天在读圣经 所以我好像她一上主日学 我就没有老婆了 你知不知道 老婆都不认识我了 你知道 她每天早上起来 只跟我讲以稀结书 你知道 所以今天她回头看 她说 早上起来我们在一起喝咖啡 她说 Samson 我今天打开这个以稀结书以后 我发现这三个月 我跟神同行 他说你知不知道 以稀结书是何等的丰富 可是我回头看 这三个月值不值得 我觉得真的好值得 因为神使用我们 因为神带领我们 使用我们这有限的生命 做她无限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这个 所以我们在神耶稣基督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祝福 而且我们会回头看说 哇 这生命有多好 这生命有多么的美丽 这生命有多么的宝贵 所以其实耶稣基督里面 有没有自由 不是从今天你看 你可以被胡作非为 我觉得耶稣基督里面 有没有自由 是从第一个 你是否愿意 把你的信仰扎根 你是否能够看见 因为信耶稣基督 你开花 怎么样 你结果 你信耶稣基督 你回头看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不是充满了抱怨 你是充满了后悔跟无奈 你是充满了感恩 你会看到这个感恩在里面 所以保罗说 在这两节里面 他说什么是自由的关键 自由的关键 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当你的关系出错误的时候 你这个自由的本身就被滥用 自由本身就被误会 自由本身就不知道 如何的往前行 所以保罗非常清楚讲到 在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希望怎么样建一个教会 我们希望建一个教会 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 可是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就像哥罗西教会一样 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保罗有在以下经文讲到 四点 什么不是在基督里的自由 第一点 我觉得保罗讲的 如果你看这个经文你就知道 他说在第十一节说 你们在他里面 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做的割礼 你看你这边讲到割礼 在十字讲到律礼 你看从十一节一直到最后 你会发现 哥罗西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有一群人是什么人 是犹太人 他们有他们的传统 这个传统对不对 对犹太人来说对 可对罗马人来说 干嘛我要受割礼啊 干嘛我一定要 这个走多少路在礼拜天 这个去什么地方有限制 干嘛我一定要跪在里面 面对圣殿来祷告 为什么不对罗马祷告 所以在这个很多的问题里面 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把信仰 变成什么 变成传统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那个我的母亲跟我的父亲 就是很typical传统 我的父亲是从我们从小是不准过生日的 你知道 我就问他为什么不过生日 他说这会过生日 每天都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什么 他的教会不过生日 但我的父亲不断不过生日 而且不准过年 不准过节 任何节都不能过 因为他觉得在中纪的时候 是在拜月亮 对不对 在端午节的时候 你是拜屈元 对不对 在过年的时候 你是什么 那更危险 叫什么 拜什么 拜年嘛 对不对 他们说拜年 所以他们很多的传统在他里面 我常常听说 为什么你要守这些传统呢 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今天 我不知道你们来这个 在帕拉头有没有一个感觉 我不知道你们同类的感觉 就是你们是来自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在 在圣河西 这个教会叫做中华归族 你知道中华归族 我们不要说别的 中华归族叫什么 Chinese for什么 For Christ 当年赵军颖牧师 在定着题目的时候 他有很大的vision 我们的教会要传福音给什么 给中国人 可是很不幸 后来教会就发展了 那我们教会有一些人 是不传福音给中国人的 这叫什么 叫英文堂 你知道 因为英文堂不是 他们是要传福音给 讲英文的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们常问我说 欧牧师我们很难请人来我们教会 我说为什么 他说每次我要请人的时候 我就要跟他说 请你们来 Chinese for Christ 他说No I'm not Chinese 他说什么Korea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KFC呢 Korea for Christ 对不对 所以就说 那如果是一个英文堂 是怎么办呢 是不是VFC呢 对不对 那Japanis是JFC呢 就是我们很多传统不是不好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信仰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在守一个传统 好像这个他不做 我就不做 他不做 我没有考虑说 是不是耶稣基督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耶稣基督叫我守这个规定 是不是耶稣基督要带领我 在这个事情上彰显他的荣耀 我不是说传统不好 而是我们在福音里面 我们是不是因为传统 阻绝了我们跟神的关系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女人讲道 是否Platon的教会 不能给女人讲道 我常讲 我觉得 我碰到周淑慧 周淑慧是台湖教会的灵性上一个最好的 建立多少神学 我说周牧师 周牧师是来自中华贵族教会的 是Berkeley中华贵族教会的师母 是我们中华贵族教会出来的 周淑慧跟我说 欧牧师啊 听说你们教会没有女人讲道 我说 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 我就中华贵族教会出来的 以前我们教会不准女人讲道 我说那应该怎么办呢 他说请所有不准女人讲道离开教会 他就当上跟我讲讲 因为他上台先生在我们教会讲道 他就这样讲 他说这传统是不对的 我不是说对 不是说不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的信仰 是固守在一些传统上面 传统在福音的工作上 我们不是把人带进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把人带进我们的传统里面的话 这信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保罗对当时教会提出很大的挑战 到底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教会 我们还属于建立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 你到底是一个 到底一个是基督徒 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你还是跟随欧千讯的人 你还是跟随赵军颖的人 或是跟随简一封的人 你是跟随神的人 还是跟随人的人 所以他讲到说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割礼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条例 很多时候我们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所以保罗都最后很生气你知道 你看这个经文你看到 我读给你听 保罗在十四讲说 涂抹在律上所写的 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他怎么样 把他撤去 钉在十字架上 他经常保罗怎么讲 保罗说把这些传统怎么样 钉死在十字架上 你说保罗生不生气 保罗很生气 所以盼望我们的信仰 盼望我们今天甚至我们成为一个父母亲 我们要把我们信仰传承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所传的是耶稣基督 还是传承在我们希望固守的一些东西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的女儿是讲那个 精神医学方面的分享 我很感谢她 你知道我的女儿在信仰上 跟我有很大很大的不一样 很大 我女儿是 我要劝的一个 她认为她是深入的研究 她所认识的人是我不所不认识的人 她所学习到的不是我敢想象的 她上我在属灵上的这种挑战 是你不敢想象有多强烈的挑战 她讲一句话 她说中华贵有教会不是我的教会 她说她从那边长大 她重新的思考 因为她是做social justice的 她的朋友很多是gay很多是lesbian 很多人都被homeless被抛弃的 她是活在一群很痛苦的人里面 她是看到不断有人在信仰上 因为固守传统 生命整个破碎 生命整个跌倒 所以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信仰 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什么是你现在生命里面 你是不是在固守一些传统 而忽略了一个活泼 有希望把生命砸根在耶稣基督里面 一个成长的生命 所以第一个保罗讲到 我们不应该是一个犹太传统的教会 我们应该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 属神的教会 第二个 保罗突然讲到说 我要把这个传统钉死在石架上 把钉死在石架上 你看保罗的这种 对于传统的一些看法 保罗的认知 我们看到第二个 我们看到第二个讲到什么 是律法主义 什么叫做律法主义 律法主义 我想你查到Google 就知道什么叫律法主义 我们看这边讲到说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照着基督乃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什么样掳去 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人在事实中活着 服从那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 这边讲到一个字很重要 叫做小学 保罗是活在一个希腊人统治的世界里面 福音要往罗马去传的时候 就像你们从San Jose搬到了Palato这地方来的时候 你们面临到是一个在 保罗所面临到是一个很有知识分子的环境里面 那在这个知识分子的环境里面 保罗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因为这些人非常聪明 非常能干 非常会讲话 非常会辩论 这是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个特性 他们是从一个很传统一个里面 他们走向一个世界的观念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说 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学问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很强烈的规条 讲到不可拿不可藏不可摸等类的什么规条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 我常问说 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叫做好的牧师 你知不知道 我有接下来想说 好的牧师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很多人就想说什么叫做好的牧师 我自己在那个 我常常在Facebook上 我在Facebook上有很多 我的朋友是牧师 你知道那个 什么叫做牧师的Facebook呢 你去看看什么叫做牧师的Facebook 你看每个牧师在post他的东西 都知道 那个牧师会觉得说 什么叫做好的牧师 我有的朋友在Facebook上 从来不敢post anything else but Bible verse 他从来不敢post任何东西 全部是Bible verse 对不对 他从来不敢post任何东西 全部是他教会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牧师有个观念 什么叫做好的牧师 那弟兄姐妹也知道 我们讲说什么叫做好的基督徒 有没有什么观念在里面 什么叫做好的 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这东西是不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 我前几天跟一个弟兄姐妹 pre study 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爱的诗篇 你们都知不知道 爱是很有忍耐 对不对 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 所以他就很兴奋 他说 欧牧师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小组要查这爱的诗篇 他说 我说 爱的诗篇是讲什么的 他说 爱诗篇是讲什么 爱诗篇讲到我们夫妻要相爱 所以他们的小组都是夫妻 所以我们要谈爱的诗篇 我说 我说 爱的诗篇是真的讲夫妻的相爱吗 爱的诗篇真的讲夫妻的相爱吗 我说 你有没有读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这爱的诗篇前面那一章是在讲什么东西 这爱诗篇是怎么结束的 这个爱是要应用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爱是 我就在问他说 我说你怎么在爱的诗篇 第一个什么 爱是很久什么 忍耐吗 不自夸不张狂吗 这爱诗篇最后结束怎么样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怎么样 忍耐 我说很严重 从头是忍耐 尾巴怎么样 很忍耐 所以他没有讲东西 因为从头也是忍耐 红尾巴也是忍耐 我说要忍耐什么 他说就忍耐我的先生 忍耐我的太太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讲呢 到底生意在讲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规条 我不是说不好 我只是告诉你说 在这规条里面 很多时候这个时代的信息 而不是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注意的东西 你知道欧姆斯在 规矩教会 目会 今年是第十年 我十年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信息是 我们应该十一奉献 我觉得奉献非常重要 可是很多人我说欧姆斯 我每次带授习班 多一个问题说 欧姆斯我到底应该奉献多少钱 我们好像觉得说 我只要达到那个标准我就够了 我说按照罗马书第十二讲 我们应该怎么样 将身体献上当成什么 活祭啊 我说什么叫做神的喜悦 把你给烧了你知道吗 神要把你的心献上 在不管多少金钱里面 神要的是你的心 你的心若不甘心情愿的话 这个钱都没有用的 这钱不是建立在神的工作里面的 神不一定要你的钱 才能够建立他的教会 神不需要你的钱 才能够周济穷人 如果神是一个大能的神 他拥有这个社会 拥有一切的资源 拥有一切的财富 我们能够把钱奉献在神面前 是我们甘心愿意 而且我们被神所拣选 在他永恒的施工里面我们有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主义 我们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 我们很多的规定 其实都是没有必要的 很多的规定都是 都是这个世界里面的 所谓的小学在里面 所以用一个字来讲 他说 所以有个牧师讲得非常好 他说真的就要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spiritual kidnapping 我们有时候被kipnap 被俘虏 他说我们被掳去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有时候在一个教会里面 在一个教派里面 在一个信仰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出来以后都没有办法跟人讲话了 你知道 而且我们越信主 我们越没有朋友 而且我们越信主 被人家越讨厌 我们越信主 我们讲的话 人家都听不懂了 那难道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话 耶稣怎么可能在海边 去呼召彼得信主呢 耶稣怎么可能在城市门口 让马太说 我丢下我的所有的金钱 我就跟随主 耶稣怎么可以在这个树底下 呼召在那个树上 去看耶稣好戏的人说 耶稣你下来 我今夜要到你的家里面去 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越信主 我们越没有那个生命 是因为我们进入到什么 我们进入到律法里面 我们被kipnap 我们只有基督徒讲话 才听得懂 我们跟飞族讲话 我们都听不懂 我们也听不懂 他也听不懂我们讲的话 所以很重要的是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如果今天被神所拣选 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教会 我们问一下说 在我们的周围 好像连邀请人去教会的人 都不见了 你知不知道 都不见都没有了 你知道 所以我很感恩 有些人还可以邀请 不信主的人来 也表示你还有不信主的朋友 第三个 我们看到第三个是讲到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是什么说 他说不可让人因的故意的谦虚和敬拜天使 就夺去你们的奖上 这的人拘泥在所见过的 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什么 至高至大 在信仰里面 有些东西是很神秘的 真的 有些很神秘的 我自己在信仰里面 我经历到很多东西 是非常非常 我自己都不了解 我自己都不晓得 我曾经去看一个年长的人 躺在医院的ICU里面 他得到了重病 我去看他说 我还要带上 那个plastic的 整个的衣服 因为怕他把那个病传染给我 可是我看他以后 他家里说 欧牧师请做最后的祷告 就替他死 医生就在旁边 说他要死了 可是奇怪 我祷告完以后 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里面 跟我说 欧千逊 他不会死 我就问那个声音 我说他不会死 他会活吗 到他今天是礼拜一 他礼拜五就会出院 我自己都不相信 你知道 但是既然我听到声音 我就跟这个家人说 我说他不会死 而且他会出院 那个先生站在旁边 跟我说 欧牧师 他觉得是不是半夜了 你头脑不清楚 这就站在旁边 我就会跟他说 你不会 结果 后来 这个站在旁边 那个先生都死了 他都没死 你知不知道 真的没死 一直活 这我们家伙有名有姓的 我亲自看他的 最后他上里还是我主持 好多年以后他才死 他真的出院了 礼拜五就出院了 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很多东西是非常神秘的 信仰本身就是一个神秘的一个 我们不了解神为什么会这样做事 神为什么带领我到这个地方来 神为什么把简五一那时候放在明古屋 神为什么这是把某一人坐到我们的中间 坐在我们旁边 我觉得有时候神的做事超越我们的所属所想 如果信仰没有神秘的话 信仰就是一个哲学 我觉得信仰不是哲学 信仰是有时候没有logical的 可是可怕的是 我们的信仰从变成神秘 如果今天不要说什么 如果今天跟史菲娜说 史菲娜 当我看到你在台上领会后面有两个鬼 你说史菲娜会怎么感觉 你知道吗 他一直往后都会害后有个鬼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说我看你今天脸色很不好 好像我要为你祷告 那你就吓得要命了 对不对 有一次我在剧王会 我跟一个弟兄讲说 我说你们夫妇是不是刚刚吵完架 哇那个现在脸都变了 欧姆斯谁跟你讲 你怎么就属于一双恩赐 我说我没有属于一双恩赐 所以我刚刚讲到的时候 说有没有人吵架 他也就这样打他 你知道 我就看到了 我没有什么属于 他就这样打他 所以我就问他 你知道 但是很多时候 我觉得我们在灵里面 我们把这个信仰变成一个很虚幻的 我们把信仰变成一个很恐惧的 我们变成一个很害怕的 好像我现在做了什么事 神就把我手砍了 把我脚砍了一样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神秘主义里面 我们活在一个好像所谓的属灵的里面 可我们不是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里面 好像这些人就是教会的领袖 这些人就是教会超级的人 因为他讲的话你都听不懂 而且都神圣秘秘 你都不懂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我后面真的有鬼吗 我最近 我们最近 我认识一个 一个地方 别的教会地方 里面来跟我讲说 他说牧师到他们教会去 到他家去探访 就牧师就走了 牧师最后抛了一句话 他说你家有鬼 他就问我说 牧师你会再来看一看到底有没有鬼 我就跟他讲一句话 我说那个鬼就跟你牧师一起走的 对不对 是不是有鬼 对不对 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成信仰 对吧 所以他说你们在敬拜天使 你们看不到天使 你们有这种虚幻的话 他说这种人好像很谦卑 好像很属灵 好像很光彩 他讲的话你都是觉得很神秘的 然后这些人是什么呀 是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什么 刺高自拔 这是信仰的危机 这信仰的危险 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个是讲到神秘主义 我很喜欢教宗讲一句话 就现在的教宗讲一句话 教宗说 have been fundamental 神秘主义 但是religion without 神秘主义 is a philosophy 这今日教宗讲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中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很清楚的 会按照人的理性来发展 可同样的 神创造了我们 活在一个reality 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应该我们的信仰被神秘主义所笼罩 我们不应该活在神秘主义的信仰里面 而且我们应该接受神的权柄 神的全知跟神的全能 最后 我们除了看神秘主义以外 我觉得保罗最后讲到一个是禁欲主义 因为在经文里讲非常清楚 他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的教导 说到这一切 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 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 用诗意崇拜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 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你真的看最近美国一个消息 全美国最后那个pornography 在看说全美国哪一个州pornography被看得最多 你知道是哪个州吗 有没有看到这个报道 有没有看到 Pornography最近出了一个报告 哪个州 你一定以为是加州 因为加州最liber 你也可能是纽约 因为纽约最多人做生意 也不是加州 也不是纽约 我告诉你是哪一州好不好 Y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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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例子给你们听 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 耶稣基督认识我们 耶稣改变我们 可是我们人常用一种禁欲主义的方法跟方式 来苦待自己 我们觉得在苦待自己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成圣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观念 我从小是长在天主教的家庭长大 我读的那个班是全台湾 唯一所谓修士读的班 就这些小孩子 出高中生 是将来准备当修士不结婚的 所以我的同学是住在修院里面的 他们从高中就读希腊文 读希伯来文 他们每天早上就要读经 祷告 跪着那边求神帮助他们 不要交女朋友 我全班都是这样子 我很不幸在那个班里面 所以都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不敢吃葱 不敢吃蒜 每天早上要跑步 一边跑步就说上帝爱我 上帝holy 我已经嫁给上帝了 我已经娶了上帝了 就跑步 就把情欲全部跑掉 我们从高一再同班 我们高二同班 我们高三同班 最后我们就读了大学 我不晓得后来怎么样 但我知道我全班 等到读到大学一的时候 所有在跑步 所有不吃大蒜 不吃葱 所有每天早上读希腊文 读希伯来文的 全部都交了女朋友了 我们知道这东西是 他不能 work 可是问题是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常常觉得 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保罗说 克制肉体情欲上 毫无功效 见不清楚 见不清楚 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看到 这几点很重要的观念 保罗说什么叫做 耶稣基督里的自由 所以保罗叫做 什么叫做人所创造的宗教 我觉得那四点 就是人在创造宗教里面 所用的手段 但是不是耶稣基督的手段 那你说 欧姆斯那到底什么是宗教信仰 我喜欢 C.S. Lewis讲的这句话 C.S. Lewis在 这个经文里面 在讲到这个犹太传统 讲到神秘主义 讲到律法主义 讲到经理主义的时候 C.S. Lewis用一句话 这句话是背识在 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三节 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较里面得以自由 所以他在这句话里面 他做一个注解 这注解是什么呢 看不见了 看不见 我读给你们听了 这是说 The Christian does not think God will love us because we are good 我在讲一遍 基督徒不是在讲说 我们好了 神就爱我们 所以我们要静域主义 我们要固守传统 我们要律法主义 我们要神秘主义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好了 神就会爱我 我越静域 我越固守传统 我越律法主义 神越爱我 我越神秘 神越爱我 No 他说什么 他说 But God will make us good because He love us 我们的好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被建造 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 建造一个 他所喜悦的 当我们在信主 我们在爱主 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就被感动 我们就被建造 所以建造不是等到 我们好了 我们才服侍主 建造是帮我们自己 陷在神面前 成为活计 主 I'm here 主 我有很多坏的习惯 主 我有很多不好的思想 主 我有很多贪心欲念 主 我就去想买lottery 主 我就有时候去 拉斯维加斯 我就喜欢Gamble 主 我就是有时候贪心 有时候懒惰 我们不会来教会 主 I'm here 使用我 Worship 跟Serve the Lord 服侍神 是一体两面的事 在旧约里面 这两个字是一个字 我们在服侍神 进入到奉献给神的时候 神就什么样 神就改变我们 我不相信 是神 先改变了 捡舞一弟兄 他在日本建立了教会 我相信 他在日本建立教会的时候 神使用他 神改变他 他开眼 见到神的恩典 跟神的作为 所以他最后说 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怎么样 你使用我这个卑微 有缺点的人 所以让我们在主面前 我们在崇拜的时候 我们重新想到 什么在 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自由 我们最后一起把那个两节再读一遍好不好 我们把那个保罗说什么是耶稣基督里的自由 那两节经文我觉得非常的宝贵 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 来 预备 七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就当在他而行 在他里面深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加增长 我们感谢神 愿意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继续的彼此勉励 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 看见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 好 我们把时间交给